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VOA卫视 VOA卫视每天都有VOA连线时间 为您接通美国之音中文部在各地采访的记者 为您掌握及时新闻现场的最新发展 今天我们第一位连线的记者是VOA卫视驻香港的特派员李宝 李宝你好 东宁 您好 各位听众观众 今天要请您为我们掌握一下台港关系了 我们知道过去长久以来 台湾驻港机构被称为中华旅行社 那么不熟悉台港关系的人可能会误以为这是一家旅行社 是不是在做旅游事务的 不过在一年之前7月15号的 2010年的7月11年的7月15号 这个机构被更名为了香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那请李宝为我们掌握一下 这个机构更名之后 它在实质上跟地位上是不是有所提升呢 李宝 好的东宁 我们您刚才说的很对 中华旅行社听起来 跟一个叫中国旅行社 或者中旅社名字有点像 很像像 但是这个中华旅行社是不办理这个机票跟这个订旅馆的 它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假如你订了旅馆订了机票 没有签证去台湾的话 那么就找中华旅行社就对了 当然了去年的时候7月15号 一年前的今天正式这个名字改成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昨天在香港的市中心有这么一个活动 台湾政府举办的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庆祝他们一年来 这个办公室成立了一年 然后一年来的情况总结了一下 刚刚你提到的问题就是更名后这个机构的实质 还有地位真的有没有提高 那我们的观察就是还有跟昨天晚上跟很多的 到9月去参加的这样一些客人说 就问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很大的变动 那么这些人说其实港台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 一直是非常畅通的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名字这个更改以后到底有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呢 那官方的讲法就是有 不管是在地位上 而且是在实质的这个互动上面 那官方举了个例子 以前一年前的时候 当时还是叫中华旅行社的时候 一个星期每个星期的话 台湾跟香港之间的那个航班 也就300来个班次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400多个班次 那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动 那么别的方面我听不到非常多的数据 不过就是说这个显然这个人数互动方面是增加了不少 那么究竟那么在这个实质方面 这个经贸关系官方的这个层面上到底提升了多少呢 那么台北方面来了一个官员 他是这个主管港澳事务的 是大陆委会的一个港澳处的处长 他说有他说他跟这个香港这边政府的对口机构 也就是政治级 叫做政治级内地事务管理局 这个有这么一个沟通 然后经常是在一起 他说了两三次吧 工作会议 然后官方的这个层面是有所提高 但是没有说到提高到什么 已经达成一些什么样的实质性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一些具体的协议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听到不是很多 民间的讲法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象征的意义 就改名以后这个象征的意义 大过实质的意义 但是从昨天晚上我在这个酒会上所观察到 所看到的一些气氛来讲 确实是给了这个台湾方面一种 就是非常欢欣鼓舞 或者是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激励的作用 所以看得非常清楚 不过我们想到就是他们四十多年 四十五年的时间吧 原来一直是用中华旅行社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非常不公平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旅行社 他所办理的这个事务呢 就跟一个外国领事馆在香港办理的事务是一样的 对 没错 好了 那你刚刚李宝提到的这个更名 好像是象征大过于实质 那么不过整体来看呢 台港之间的交流是不是有一些显著的进展 另外我们也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 他最近上任了 他过去曾经访问过台湾 那么您的观察他上任之后 会不会加强台港关系 或是采取进一步互相交流的措施呢 李宝 是这样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实际的关系 我们所观察的基本上还是就是 象征性的比较多一点 那个理由也说了一下 那么关于这个梁振英呢 他实际上在如果不是在官方的层面 台港之间的交流非常畅通 民间的交流非常畅通 那么梁振英做了特首以后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知道要从他的这个前任可以看得出来 曾英权说了很久他想去 他每一次他讲台港关系的时候 他都说我想去啊 但是呢都没有去 那么梁振英会不会去呢 我昨天晚上也跟不少的人聊了一下 问问他们的看法他们说梁振英特首现在呢 并没有这样的安排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可能还是有问题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港台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已经非常畅通的 为什么这个特首或者总统一级的人不可以去互访呢 那么关键就在于北京的态度 因为按照基本法呢 那个北京呢是掌握着这个外交跟国防 香港的这个事务呢 对外事务呢是由中央政府授权香港去对外的 那么这个对外呢是不是包括外交呢 不包括外交 但是这个对台关系到底是外交呢 还是还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所以非常不清楚 基本法里面没有说到底怎么样应该去对台发展关系 不过呢在1995年的时候呢当时的中国副总理和外交部长前期生呢 就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前七条 就是对港台关系啊 这个香港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制定了七条这样一个政策 那么其中有一条讲到什么呢 香港跟台湾发展任何的官方关系 都必须经过北京的批准 就这么一句话呢 就把所有香港的官员的这些行动基本上都限制了 那么虽然官员也去过这个香港 包括这个财政司司长 还有这个政治及内地事务局的局长 他们都去了 但是呢他们去的时候呢 他的身份很有意思 他不是用了官方的身份 他是用一个民间协进会的方式 以这样的一个名义去台湾 但是台湾方面呢 他们可以这个包括赖兴员 是陆委会的主委 部长级的人物 他就到香港来访问 没有说他是一个民间的这个什么机构的负责人 他就用官方的这个名义 到这个到香港来访问 但是香港官员 去大陆呢 就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呢就是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不平等的关系 看来这台党关系 还是存在着一些挑战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VOA卫视驻香港特派员李宝 从香港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要跟VOA卫视驻美国国务院的特派员 杨明来连线 为你掌握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出访中东的最新进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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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